大家好,我是小小,今天介绍一个小孩长到七岁之后就会被扔掉的故事,豆丁是个普通的男孩,马上还有四天就要满七岁了,他特别期待过七岁的生日,爸爸和妈妈也很重视,豆丁的体质很一般,这天在上体育课时,他还是和往常一样跳不过去跳马,可平时和他一样体育不达标的男同学今天却轻松跳了过去, 豆丁特别惊讶,跑过去询问男同学,男同学告诉豆丁,这都是因为自己满七岁了,过完七岁的生日就会变强的,可这个男同学却不记得豆丁的名字了,天天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同学不记得自己了,豆丁觉得不可思议,而旁边的女同学小美想告诉豆丁一些话,却被远处的老师看到了,她赶紧过来阻止了小美和豆丁讲话,豆丁在放学后去补习班,可她坐巴士的时候睡着了,导致坐错了车站来到了终点站。 下车后,她看到远处自己的爸爸和妈妈领着一个小孩,看背影和自己特别的像。 晚上,豆丁在和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,问起白天看到的事情,爸爸和妈妈却失口否认,说根本没有去过那边。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,豆丁还是满脑子一问,她找到了同学小美,询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 小美说,等到豆丁七岁生日以后就会知道这一切的,自己也是七岁以后才知道的。 小美这样细说,老师走了过来,严厉地阻止了小美。 豆丁还看到老师的高跟鞋狠狠地踩着小美的脚。 这一切让豆丁更加疑惑,为什么老师不让小美说话,为什么七岁生日后就会知道一切,那个和自己像的男孩是谁。 所以,放学之后,豆丁自己坐上了巴士,来到了终点站。 她在那附近发现了一个好像孤儿院的地方,于是豆丁偷偷地溜了进去。 在里面,她碰到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男孩。 男孩的身体素质各方面都要优于豆丁。 两人在交谈中,豆丁得知对面的男孩的名字也和自己一样,但她不同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,每周只能见他们一面。 豆丁觉得,自己现在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真是幸福。 晚上,豆丁睡熟以后,却出现了医护人员从她的嘴里提取唾液的样本。 隔天,豆丁终于迎来了自己七岁的生日。 爸爸和妈妈带着豆丁去坐摩天轮。 豆丁不断地询问妈妈,七岁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。 妈妈受不了豆丁一再追问,动手打了她。 这时,豆丁看到了摩天轮下那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男孩。 妈妈告诉豆丁,这个男孩也是他们的孩子。 接下来,他们来到一间屋子里,一个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。 原来这一切都是日本政府的优胜计划。 当父母怀孕后,工作人员会利用细胞胚胎技术,克隆出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婴儿。 一个婴儿随着父母一起生活,一个婴儿又在实验室里,按照这里的计划生活。 当小孩子长到七岁生日的时候,就会被一起带到这里。 比较两个人的各个方面的指标,然后让爸爸和妈妈重新做一次选择。 被选中的孩子从此就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了,而落选的孩子就会被销毁。 两个人的各项身体数据豆丁都完全落后于克隆的他。 爸爸妈妈最后也选择放弃豆丁,带克隆的豆丁回家。 无论豆丁怎么大声喊着爸爸妈妈,可他们俩完全无动于衷。 于是豆丁便被工作人员带上了一辆黑色的映着EHR标志的回收车。 车上也有许多和他一样被回收的小孩。 豆丁趴着车窗望着外边,看着远处带着克隆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流下的眼泪。 这时豆丁一下子醒了,原来他还在那辆巴士上,刚才的一切都是他做的梦。 他下了车,在车站那边迷了路。 这时街角突然出现一辆和豆丁梦里一模一样的黑色的映着EHR的回收车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不知道如果那群孩子被带走,他们的结局会是怎样。 更不知道最后豆丁看见的是梦境还是现实。 这个故事来自2012年春季党《世界奇妙物语》里的故事《七岁以后》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。 喜欢我的亲,不要忘记关注我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